今天是6月3日 星期一 6月份第一个交易天 股市经过上周一轮的急跌后 今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 而且技术上也少少升了18000点的水平 简单说 虽然暂时仍未能够收复10天和20天线 但整体表现都被人初步回稳的势头 一会再做分析 先看今早市况 恒指早市先是高开204点 到18283点 由这一开始 在买盘浸浸然下 市况越升越急 日中高位至今早 曾经见过18573点 相对上周五收市 这一分钟升了494点 其后略为整固在18400到18500点左右 我们先计算 股市由5月20日高位19706点 跌到5月31日 即上周五的低位18077 头尾是10个交易天 跌了1629点 其实你就当一个记录上 急升后的正常消化和回套 因为指数由4月19日低位16,044 升到5月20日高位19706点 已经升了3662点 之后回调1629点 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说 市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消化和整固 因为直到上周五最低的指数 指数虽然跌了1629点 只是调整了3662点 这个波幅的44% 这是可以接受的 好了 经过今年的一能力反弹 指数又跌上18400 18500 被人感觉好像有点初步断定 但要确认这个初步断定 我们最低限度会等一个讯号 因为10天线已经跌到18682点 最低限度要等到指数 能够突破10天平均移动线 而站在10天线流上 是不错 这一刻成为初步断定的势头 往高一点 还有20天线 大概18822点 如果能够进一步修复20天线 这个回稳的讯号是可以确认的了 好了 再向上网目标 事必一定是5月20日高位 19706点 如果能够过得到这点 不用说 2万点大观影都在忙 我们要想一想 到底由4月19日开始 160044点开始的上升 是否弹散市 或反弹后再沉底 第一 我不觉得是弹散市 最低限度 汇控、中移动、883和157 是咬住高台的 不肯落 甚至就算内银有少少高台的反复 也是急升后正常的消化 说到尾 都是要看腾讯、美团、八八 因为股价占出甚至成份 20% 如果腾讯股价能够上387、388 就算市不大升 最低限度 都是进入整固的格局 6月份如果真是先低 是有机会慢慢转定 而组成后高 以今日最低的指数 16283点 是否会是6月上旬的低位 这一分钟还是言之过早 我们再看多数天 到下星期中了 就可以知道 18283点 是否金月权低位 如果今个月是先行见低 慢慢组成后高 老实说 股市仍然会处于五不穷 六不绝的形态 都不知道 成交金额很关键 如果大市的成交金额 能够分回到1400、1500亿 从而大市亦可以换步地上升 另外说 这个所谓足底 逐步反弹的势头 是会逐步明显的了 说到未要看两个东西 看看指数能不能率先 回到10天平均移动线 18682之上 第二 成交金额能不能够 维持在1400、1500亿座的水平 如果是的话 6月份先低后高形态 很大机会会漸漸展现眼前 好了 故事分析 我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点赞、留言、订阅 按下小铃铛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 欢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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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